之前是被寫什麼 SYU先生是不是 你們就叫他小徐好了 小徐嘛 不會耶 小小 小小 小小小 來 鼓勵表達他們在這個 復健歷程中 非常堅毅不凡的精神 這有什麼不容易啊 這個是不容易 可以 來 看一下我們這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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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拍一次 再拍一張好不好 來 再拍一張 開心 來吧 來啊 來啊 怎樣 你們還在Line喔 還在聊天是不是 他那時候反正一直是說 他真的很喜歡我 所以有一次我大概就在聊天中說 你不要一直嚷嚷的喜歡 我根本不了解你 我連你叫什麼名字 你做什麼的 你什麼星座的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說好 那不然我們就來聊天 因為我覺得如果聊不起來 聊得沒興趣 我大概也就可以直接跟這個人就是很表明的拒絕 就覺得沒想到聊聊還不錯 就好像比我想像的能聊這樣 所以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聊天 那一直到我拍電影頭七的那段期間 他就蠻常來探班 就是其實不是探班 他就來接我 反正他後來就來接我幾次 我就覺得這個人好像還蠻有心的 就是那段期間算是一個醞釀的事情 在一看後 你說在一起嗎 因為他已經很早就已經告訴我說 喜歡我了嘛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算是我開口 也就是說 我手啃啦 我在拍戲的時候當然很累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心期待說 我拍完戲之後 我要來一個小旅行 然後我就 就又邀請他嘛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旅行 那他就同意 然後同意之下 然後他行程都是他安排的 然後我們在看到 就是日出的那一剎那 我真的是 哭瘋了 然後 對 重點是他也哭了 他也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就覺得蠻妙的 就是 找到一個跟我一樣 也很容易感動 然後也很愛哭的人 所以查理才會去出助攻喔 可以這麼說吧 那一個旅行啦 就是助攻之行 那一個旅行 是 我也是 你不覺得